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我们看观众朋友们给我们都留了什么言 这个朋友,你这PC,电脑吗 他来给我们 personal computer 他来给我们留言说 根据美国的数据 青少年打辉瑞第二针后 换心肌炎的风险比打第一针后的风险高出十倍 台湾根据美国数据停打青少年辉瑞疫苗 美国自己为什么仍然一意孤行 没有错 这个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 连美国自己的报告 CDC还有这个NIH 弄出来的这个东西 他都说疫苗打在年轻人身上的时候 效果并不是很好 然后也有报告出来说 得到新冠肺炎的这个人 他们里面有的抗体是比这个疫苗来得好 Project Veritas的那个记者问那些这个疫苗这些呃员工 他们是科学家 科学家 嗯 然后就说当你打疫苗的时候 疫苗只是攻击那个病毒的某一个DNA串 然后什么什么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得到那个病毒的话 你是可以 你的身体出来的抗体是可以攻击整个病毒的DNA的 所以说各方面都显示 没有必要打疫苗 特别是年轻人 那么美国为什么仍然一意孤行呢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为什么美国一意孤行 为什么澳洲一意孤行 为什么加拿大一意孤行 为什么这些民主国家全部都一意孤行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政府觉得民主做事太反了 民主做事太慢了 然后根据民意 然后呢根据这个人民要什么东西 人民如果有自由自由的这个选择权的话 实在是太困难了 我记得很久以前的时候我去过一次印度 印度要过一... 你还去过印度啊 对 印度要做一条高速公路 非常非常的困难 非常非常的缓慢 你要跟这个人签什么东西啊 这个人还可以反悔啊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是一个民主的制度 那么中国要建一个高速公路的话 就是很简单的 这个地方我要建这个地方 要拆就拆要怎样怎样 就是政府很想要所有的执行力 就是为什么公司他们都喜欢自己开 因为老板有执行力 老板公司等于就是一个 呃...他就是王的一个概念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嘛 但是这个王的员工是要被政府的法律保护下 这个王不能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道理讲这个是政府该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今天政府当王的话 政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有任何的推手或者是东西可以制止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民主国家 这么多我们俗称的这个自由的国家 他们会想要利用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 彻底的掌控所有的人民的这个自由 这个样子的话 他们的权力会越变越大 那么执行力就会变高 那么牺牲的是什么呢 牺牲就是你的选择权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 呃... 那么阴谋论觉得政府要害你或者怎么样 没有打啊 全有胆啊 美国一开始这个说让什么五到十一岁的小孩打这个针 到现在已经几百万的小孩去打了 家长就带着去打啊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人支持 当然是有人支持的 而且是很多人去支持的 所以他们才更有一意乎行的本钱 如果要是全国人民都反对 他还能这么强制吗 那就会出问题了 但是现在支持的人其实蛮多的 而且各位要小心一点 就是像你记不记得以前如果要去抗议 或是怎么样的话 就是说反对政府夺取自由 或是什么之类的 像什么姓平等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都是年轻人在反对政府 对 现在在美国有大量的年轻人是支持政府的 非常大量 有大量的年轻人是希望政府有所有权力 来可以打压他们的父母的内背的那些人 对 因为他们觉得政府说的是对的 然后自己爸妈说的是不对的 自己爸妈的这个意见才是剥夺人权 政府才是给你自由的 对 这个就跟文化大革命一模一样 红卫兵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这个东西 疫苗就是创造一堆红卫兵的一个人 对 然后也小心自己的小孩 因为小孩就是会去无脑的支持这些东西 他们就会被这个东西骗 对 反父母太好玩了 反父母其实在青春期间的时候来讲是一个非常无路的支持者 对 那样的话会给自己造成很多的成就感 比如说你看 我赢了 对 而且我才十几岁我就可以用我自己聪明的头来 头脑 用我自己聪明的头脑来证明你的stupidity 对啊 骄傲啊 对啊 原罪啊 下一个啊 反正那些极左人士就是觉得白人现在就应该战战兢兢 随时为了自己的肤色感到罪恶以及耻辱并抬不起头来 其他在说什么都是会得罪他们的 哎对 所以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真的说用肤色来分哈 现在什么white supremacist啊 就是现在左派在讲的什么白人至上的这个东西啊 你会看到其实跟除此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所按的白人至上的头衔 只要是跟他们的思想行为不一样的东西 你全都被归到白人至上里面 好像那个 Larry Elder 嗯 骂多黑啊 对啊 啊 他也是白人至上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跟刚刚你做的一样 左派就是左派 他们所有关上去的名字 什么白人至上啊 种族歧视啊 歧视穷人啊 有钱啊 什么斗地主 一切都只是为了要分类而已 一切都只是为了要造成斗争而已 就是说什么都会得罪他们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你像 我们就光去年 例如像说Derek Chauvin 就是传说中杀死George Ford的那个警察 就是黑命会 那个刚开始的时候杀死乔治弗洛伊德 因为当时那个黑人 就说什么我呼吸不了了 然后被他压在那里 就是那个被定罪的警察吗 对 他们把你 你设造成白人至上 种族歧视的时候 你一点反击的能力都没有 就不管你是不是正当执法 你也别管那人 他到底干嘛了 对 你只要是对上他 你就是白人至上 对 种族歧视 各位想得清楚哦 当时Joyce会 吸食了大量的毒品 而且他本来他那个女友啊 女朋友就出来说 他本来身体就是个空壳的 他已经吸毒吸的都不行了 那个人 对 而且他还得了新冠肺炎 哦对 对 然后呢 用假钞 然后呢 在地上 他的那个 camera拍得很清楚 警察这个膝盖是压在他的shoulder blade 他的肩膀上 对 肩胛 肩胛骨 所以不是脖子 对 但是他们说你压到脖子就是脖子 你现在上网去看CNN MSNBC ABC 全部都说他是压着脖子 他们只要把你定下来什么东西 就是什么样子 还有如果各位记得的话 几年前有一个 Michael Brown 的一个 也是警察杀死一个黑人 哦 那时候 黑命贵有一条很 有名的一个champ 就是说Hands up don't shoot 哦 对 就是手抬起来了 你就不应该开枪 别人就是说 Michael Brown那个时候 就是手拿起来了 然后警察还是对他开枪 结果法医报告出来 所有的这个弹孔 都是正面的 OK 然后呢 是 Michael Brown是往前冲的 因为他 打了之后 他不是会往前倒 这道理讲 但是 他是面向那个警察 拿到的 所以他是对警察往前冲 要攻击那个警察的时候 那个警察叫他不要动 他冲过来攻击那个警察的时候 警察才开枪的 就是各方面的forensic exam 全部都出来之后 还是要说 现在啊 左派 你这些forensic的东西 没有一间那个新闻报导 只有 你就看的话 你就只看到 Hands up don't shoot 就是一个slogan而已 他们掉的就只是这个样子 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很明显的 对吧 就是说如果你就 我手抬起来 你就不应该打我 但是后面的事 他们都不说了 直接手抬起来 之后呢 他干了什么 他要去杀警察 说了吗 不说 对 为什么警察打他 不说 他只是说 这是狠狠狠 所以基本上 大家只要用正常的逻辑思维 稍微动一动脑子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事是怎么回事 对啊 各位可以去看 Daily Wire 最新出的这个东西 Daily Wire 它出了一集 就是在 现在在Kennoshia的 基诺沙 威斯康城州的基诺沙社 对 它的这个 法院外面 就在Saint Kyle Rittenhouse的那个 啊 你去看他们 interview那几个人 不说 这就是个人 有关系 他不是 这个人 我做了一小砍 你干什么 不说 你个人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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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个人 这就是一个人 两人 二人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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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几个人 所有的人都是說他就是兇手啊 他就是殺人啊 他就是殺了三個人 這些人就是白人至上 如果他被判無罪的話 他就是我們就是在助長白人至上 還有種族主義在我們美國怎樣怎樣 各方面的所有的證據他們都沒有看 但是他們就可以聽了CNN聽了MSNBC 然後這樣子講出來這個樣子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左派如果要定理罪的話 他們根本什麼都不用做 他們就只要一直堅持著這個東西 然後就會有人去相信 只要多家媒體全部統一口徑 你找幾個記者寫寫就會變成這樣 一大堆人就會去相信 你就能帶動整個國家的這些人的思想還有風潮 非常非常可怕 一定要讓大家知道說 現在這些東西到底是真的發生什麼事 一定要把我們傳出去 不要只讓那些 當你看到那種左派的人 然後他們在討論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是有一個證據 對 可以證明說你說的是真的 對 就不要再讓更多的人被騙 因為尤其是華人裡面 很多很多很多被左派的東西洗腦 不管是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 因為他們可能平時就是 也不太看新聞 沒事就刷一刷微信上面的東西 你一聽到你聽什麼1300的什麼 洛杉基華人資訊網絡的話 你真的就會變得 對就會變成那樣 然後還覺得自己特別正義 好咧 下一個這個留言 這個朋友他好像還做很多方面 又報告又財務又分析 又世界還有新聞什麼的 然後他他跟我們留言 昨天說 兩個主播長得超醜的 然後講的都是講不出一個 所以然講更深一點 講的太枯干了 爛沒有把真相說出來 不敢說 這個我們可以一點點 其實我覺得這個留言沒有什麼回復的必要 因為眾人我們也見的蠻多了 但是首先他來跟我們講的 第一點說兩個主播長得超醜 沒辦法啦 對我媽就把我生成不一樣 就是很多人說我長得很娘 或什麼 I get it 長得超醜 What am I gonna do 就是就是罵人的話 我覺得是要讓那個人進步 對不對 或者是你 他說你好像變胖 那我可以減肥 你不能說什麼 Eason你怎麼這麼矮 這種我不能改變的東西 如果我罵你幾句能讓你長老你 不要不要不要罵 罵天天罵 來 然後呢 講不出所以然 然後講更深一點 講得太乾枯了 沒有把真相說出來 不敢說 這個其實是 我們有一直在被 講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 他們認為 我們不敢把 川普要回來的啊 然後呢 什麼 左派 什麼 Deep State 然後什麼 玩小孩 然後 政府下面的 深層政府下面的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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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聽的那一套 就是Q啊 朱美啊 西行小寶啊 他們在說這個東西 就是有一個神秘的組織 這不是不敢說 是因為裡面有很多東西 我們認為是不對的 而且是不存在的 還有 我們無法認定它是不是存在 就是對 就是你沒有辦法去證明說 真有這個東西 還是假有 因為你如果只看到一個東西的一面的話 你怎麼編都行 我以前寫劇本編故事 我還不會啊 那你說要編故事 我比朱美編的好聽 我就是不願意騙人 因為這個是一個人的基本道德 不能為了說吸引流量 或者是讓大家的耳朵舒服 所以我們就講一些 好像講的很玄 但是其實你根本就沒有辦法 驗證說真的存在不存在的東西 我們只能就說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給大家看出來 然後分析說這些事情怎麼樣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實在的東西吧 對 其實我們也是知道就是講陰謀論的話 或許會傳的很快 一定會傳很快 不過或許 大家都愛聽 對 就是這個東西天啊 原來有這麼大的陰謀啊 對 哎呀我們都被騙了 對 你看他們一個個都好人 原來他們是這麼壞的呀 對 這東西很有趣 說真的我也愛看 因為我喜歡看說他們怎麼樣把石偶的故事 全部串起來 都串起來嗎 哦 對 哇 原來現在發生的事情 跟17世紀的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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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 有怎樣怎樣怎樣 關係 什麽 什麽 什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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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猶太人分成這麽多種 原來這些人是猶太 然後這些人假裝是猶太人 那Q的影片我全看了 OK 我還看得很那個 我就想 哦 哇哦 哇哦 但是我看到好像第二集還是第三集 我就已經把他們當成一個故事去看 我不會把他們當成事實去看 因爲很多東西 你沒辦法證明 然後很多東西 你證明了也不能怎麽樣 然後接下來就是 他們很多的資訊是錯的 如果各位 知道我怎麼 這開始認爲 Q的這個資訊是錯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 黃三軍 台灣那時候說什麽 哦 Yellow Jacket 什麽什麽 黃背心的也出來了 就說 台灣人也覺醒 要來抵抗這個深層政府 我是一個台灣來的一個 我父母是從台灣來的一個人 我很知道 當時台灣的黃背心的東西 跟美國的深層政府 跟台灣人覺醒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後我就知道說 OK Obviously Q don't know what he's talking about 不知道他在講什麽東西 我就覺得他們把太多東西全部都串在一起 就是有關的沒關的 然後你都可以莫名其妙找到一個關聯 全部都串在一起 對 你就沒有辦法 驗證說他真的假的 你只能聽他就講說 哇哦原來這樣 如果要是說百分之百相信那個東西 絕對是沒有任何好處 那最主要的是 我們每一期節目 我們都希望大家可以有個action plan 像說 學校怎麽樣 你去打電話給你的參議員 你去打電話 然後你去加入你的校董會 你去校董會抗議 就是真的做一些實在的事了 就我們現在看到 世界發生什麽 我們有一個反擊的一個方式 對沒錯 然後我們有幫助人的一個方式 我最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像Q那個時候說的一樣 trust the plan 你什麽都不要做 只要相信他 只要相信川普會回來 只要相信 川普會帶著大軍殺回華盛頓 然後把這些人全部抓起來看透之類 事情不是這個樣子運轉的 美國政府也不是這樣運轉的 然後所以說 不要被這個樣子的東西騙 如果說我們要一個合法 還有共和的一個狀態 來去達到勝利的話 絕對不是聽信陰謀論 那麽不說陰謀論 不代表說不說事實 如果說今天某一個陰謀論 變成事實了 我們確定是事實了之後 我們一定第一個跟你講出來 對 而且很多人我發現 他根本就分不清陰謀論跟事實 因爲我們之前在節目裡 很多次講過很強調 就是我們不講陰謀論的這個東西 因爲沒有辦法辨別是真是假的東西 你講出來你就是在說謊 然後就有人說 那你們就覺得大選沒有被盜竊了 我想說你到底在說什麽 大選被偷了不是全都知道的事情 怎麽會是陰謀論呢 對 所以就說很多人這個界線根本就分不清楚 什麽真的什麽假的 就是你把真實跟陰謀論中間那個界線 到底劃在哪裏 對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奇怪的一個點 那這個朋友他自己也有個YouTube Channel 我也去看了 其實他是郭文貴的粉 我覺得 就因爲他全部發的視頻都是郭文貴 基本上反共產吧 對 發郭文貴就是等於反共產吧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或許他覺得我們長得醜 郭文貴可能在他心目中長得會比較帥一些 那如果這樣的話我的確會有點傷心 如果你要是覺得郭文貴比我們兩個好看的話 我的確有點被傷害到 但是 但是 因為這個世界上什麽 神美的人都有 我自己也認為我是個不錯的女人 但是就是會有人覺得說 你很賴 but it's okay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 It's still a free country I still a free country 然後神的創造呢 每個人都是很美的 我也相信 然後這個跟外表也沒什麽太大的關係 就像我們下面有很多朋友 真的是拿聖經的觀點在下面 給這個朋友留言 對 所以就是我們 其實做節目也好 或者是在生活中 我們看任何的事情 或者是看現在政治的事情也好 一定要用一個很踏實的 很實在的 用真實的眼光去看 郭文貴講了很多亂七八糟的東西 真的是跟講故事一樣 天天給你打擊心 你不知道這人到底在幹嘛 然後包括像很多什麽 竹妹啊 每天在那邊 什麽我們靈性圈 啊 我接收到靈性愛有精途 真的不要看這個東西 拜託我真的不要看 他是相信外星人的哈 他那個什麽靈性 都是什麽外星的某種什麽 莫名其妙的宇宙力量 先搞完全就撒旦了 就是那些東西 所以真的不要看那個東西 不要破壞你自己 屬靈的這樣一個氛圍 屬靈這樣一個生命 保持靈裡面純淨 精神就不要去看那個東西 對 然後我們 真的就是腳踏實地的 我們就看到 事情已經都變成這樣了 然後就是聖經裡面 寫的幕後的時間 所以你也根本就不用去懷疑 亂七八糟的 誰誰誰 怎麽地了 什麽什麽 在哪個島上玩小孩 很多東西就是沒有 一個確實的證明 那些東西知道了 與我們現在是沒有義的 我們是要知道說 我們現在要做什麽 我們要怎麽做 去反抗他們 你知道那麽多人的八卦 熟 然後呢 就好像沒心主 就我沒心主之前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大家都喜歡聊 各種人的八卦 聊明星的八卦 然後呢 有什麽用啊 茶余飯後的閒談而已了 對你自己的生命 對你自己的生活 一點幫助都沒有 那包括像那些人也是 這種政治人物的八卦 或者怎麽怎麽樣的 你能做什麽 更無聊 你知道說他們在做那些東西 OK就算這個事 那個 這個事根本你就不知道是真是假 然後你知道了之後呢 你要做什麽 當然要看實際一點對不對 衝到校董會去 我要參加校董會 教師工會 我不給你們錢 那些Vocal公司 我們不要參加 Netflix Disney 全部都退掉 我以後帶孩子玩 不要去什麽 Legoland 那個樂高的那個樂園 那個迪士尼遊樂園 我們不去 對吧 Universal 環球影城 我們不去 我們有這個錢 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我們可以給孩子 有更好的培養 有更好的教導 這些東西是真實存在的東西 不要被那些好像 夢境一樣的聽起來 很刺激 你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那些八卦的東西 把你的思想給圈住 然後告訴你說 不要動 你就等著 川普回來了 你家孩子學校的問題 也能解決了 校董會也能解決了 這個變性人也解決了 哎我天啊 沒有這種事 不存在的 川普會擦乾你所有的眼淚 新年新地啊 新耶路撒冷啊 對 所以就是大家怎麼說呢 就是最實在的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去看事情發展的走向 通過我們每天 像法庭審判 這個東西對不對 跟我們的自衛權 是有非常大的關係 跟Second Amendment 是有非常大關係 就是第二憲法修正案 這個槍支權 是有非常大的關係 這些東西都是要靠我們 每個人自己去爭取的 因為這個還是跟投票什麼什麼 都是很有關係的 對不對 是 大家一定要從自身做起來 千萬不要被那個 一個夢境的泡泡 給框住 啊 對 那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如果要是 在我們頻道下面留言呢 當然我們很多很多的觀眾 都是留非常有建設性的言 如果要說 再說一些什麼好看不好看 這些就沒什麼太大意思吧 沒意義 這樣 你如果可以指責一個女的說 你醜死了這個樣子 你真的 you're not really a gentleman you got to think about it and think what you want in life and just control your mouth 你罵我沒關係 但是 你罵他的話 我覺得 你真的是需要 注意一下自己的口舌 不管你是男的還是女的 呃 shirin do that 哦 感謝大家今天收看我們這個 隆藏的看看留言吧 容啊 容 那是你容 容吧 還罵你容啊 是容容 好 請問是隆藏還是隆藏 各位可以 在那 我們之間的這個語文能力的這個比賽啊 我每次都輸 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每次都站在他這個地方 然後呢 哈哈哈哈 不知道為啥文化差的 誒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那接下來還是依舊由神奇傳播 給我們大家提供的 非常好看的傳福音的小動畫片 對不對 對 啊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我是菲莉莎 我是Eaton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有一天 火龍果宇航科技公司的董事長 和新聘請的科技顧問方博士 正在前往世貿中心開會的路上 途中 他們聊到了信仰 嘿 方博士 居然連你也信上帝 這真令我想不通了 那我倒要請教你 我們從小接受物種進化發展史的教育 難道人不是由猿進化而來的嗎 而猿不是由猴子進化的嗎 董事長 對於物種之間的差異 現代科學是根據基因比對的數據來衡量的 基因上有些差距當然可以理解 就算是任何兩個人彼此之間都存在DNA的差異 但原類應該算是很接近人類的近期吧 根據現代基因比對的結果顯示 人類彼此之間的差異是在千分之一左右 而原類與人類DNA的差距大約是百分之一 我不是做這個領域的 這百分之一和千分之一DNA的差距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簡單的說這代表著原類與人類之間的差距 是人類彼此之間差距的10倍 而這10倍的差距在細微上來說 是可以產生3200萬種不同變化的組合 而這在數學上來講就可以說是一個天文數字了 那你的結論是 我的結論是從基因上來看 圓就是圓 人就是人 各從其類 數據上無法支持 他們之間存在類似種類的進化關係 啊 你這樣一說 我可要考慮認祖歸宗了 啊 為什麼呢 過去我以為人類的老祖宗是圓侯 現在我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哦 那咱倆是不是該來個團圓的慶祝會呢 哈哈哈哈